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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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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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我们今天看到并相信 这个是出于你对我们的口爱 我们更加愿意 我们身边未信的人 世界上 每一个未信的朋友 能够有机会知道 认识你 这份的心恩和口爱 我们一起唱 愿你知道 愿你会知道 神大爱从未天高 愿你可走道 在世间一种爱不漏 唯有这种 万望尚存在 神限你将往事尽放开 愿你可知 这听 伸手接受 祭多蓬佛的爱 愿你会知道 神愿你听听你心声 愿你可感到 在每天他跟你拥抱 唯有这种眼望想存在 神盼你将往事尽放开 愿你可乐这天伸手接受 记得丰富的爱 亲爱的朋友 今天你愿意认识这位主更多吗 我们在主里面的盼望 是永远的长存 同样神也都盼望你 相适日一点不开心 令你好紧紧于怀 令你很难过的事 可以交给他 以至你可以离开 那些优缘 重新的站立起来 今天你愿意伸出这双手 你一双手去接受这份礼物吗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 其实 神在哪里呢 有小朋友都问 神究竟 神在天上面 还是在 现在在你的心里面呢 我们试下用这首的诗歌 拿伤看不见的手 去感受下 神 原来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呢 原来已经在你的心中 祝不成你 祝不到你 但是我知 你曾在对我的语 我求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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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知 祢曾采对我的忆 保住耶稣 保住耶稣 我神指导 祢一直就在这一 是你的手 冰痕的手 重新抚慰 我闹过水的心田 是你的声音 温柔华语 在这一刻 我占绵中的刺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虽然眼看不见上帝 或者你的手 有一些触摸到他 但我可以告诉你 我和身边的弟兄 我们都深信 也都经历过 上帝正在和我们说话 他一直都在这里等候着你 我看不见你 我看不见你 祝不到你 但是我知 我看不见你 你已经在对我的语 我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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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指导 你一直就在这一 我神指导 噢主耶稣 我甚至懂 你一直守在这里 是你的手 定恨的手 重新抚慰 我那破碎的心田 是你的身影 黄热花雨 再度填满 我心灵中的祈祷 神安慰我们 不是单单要我们享受祂的安慰 乃是要我们做一个安慰的使者 这句说话是出自一位英国的牧师 乔乔德 亲爱的朋友 希望你都经历到神的安慰 也都成为一个安慰的使者 今次我想和你们介绍另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叫朱尼帕 上次我介绍了东布巴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呢 今次这个朱尼帕又是谁呢 原来他是一位修士 修士是做什么的呢 原来他在教堂里面 会协助一些事务 也都会祈祷 和出去传福音 这位朱尼帕修士 就和圣方祭神父 和其他七位的修士 住在意大利 在一个亚西西的山丘上面 这七位修士都有不同的名字 他们分别是 吉尔 别德罗 艾力瓦斯 修维斯特 柏尼德 列奥 和马赛欧 这这么多位的修士 他们会一起在教堂里面工作 一起祈祷 有时候他们会外出 一起去黑球食物 但是有时候他一无所获 在七位修士里面 朱尼帕就是最慷慨的一个 圣方祭神父很喜欢他 因为朱尼帕很单纯 而其他的修士 就觉得朱尼帕有时 好像是傻猪猪 正因为朱尼帕 他经常都是赤穿身子 不穿衣服的 为什么呢 如果有人向他 拿一件的长袍 他身上穿着的长袍 他就会毫不犹豫 很欢喜地送给对方 不在乎天气有时 不在乎天气有几冷 也不在乎是否下雪 有一日 圣方祭神父说 朱尼帕 我们要出去传道了 你愿意留在这里照顾教堂吗 朱尼帕说 好 好 其他的修士 就不太放心 让朱尼帕一个人 留在教堂里面 因为他们知道 朱尼帕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 无论如何都好 他们都遵照 圣方祭神父的指示 跟随神父下山去传道 朱尼帕就大声地 跟他们说 拜拜 拜拜 说完拜拜之后 他就回到教堂里面 他跪下祈祷 祈祷完之后 他就开始打掃教堂了 他很小心 去拆亮灾纳烛的金烛台 之后 他又很努力 去抹干净的圣餐杯 之后 他将祭坛上面 那块很漂亮的布 洗干净 洗完布之后 他就逢回祭司的袍 还有 他很努力 去拆干净的教堂的大门 和周围的彩繪玻璃窗 直到整间教堂都亮亮亮 很干净 在这个时候 他做了很多 做完这么多的工作 他就休息一会 咦 咦 有人敲门 我 不可以帮人家补鞋了 我想我很快就要捱 朱尼柏 朱尼柏 就立刻进去 拿个金烛台出来 你拿去 你把它卖了 你就可以买副新眼镜 多谢你 多谢你 朱尼柏 好开心 自己能够帮到老伯伯 他还唱起司歌来 唱 哈利路亚 唱 哈利路亚 咦 又有人来敲门 朱尼柏 朱尼柏打开门 见到有个太太 和八个小朋友 站在门外面 我的丈夫病了 我只是得很少的人工 我想我没办法 给食物给我的小孩 朱尼柏 朱尼柏 就立刻将 教堂里面的 聖餐杯 递给她 你买了去 你买了去 够你吃一段日子 你的丈夫 也可以好好休养一下 多谢你 朱尼柏很庆幸 自己能够一早 就将教堂里面的东西 抹干净 洗干净 消息传得很快 朱尼柏 一日都忙着 把东西送给这个 送给那个 送给那个 送出去 抹干净 他把祭司袍 送给一个 衣服破旧的 年轻艺术家 他又把祭坛上面 那块很漂亮的布 送给一个 面包师傅 让他可以用来 蓋着刚刚出炉的面包 他甚至把那道大门 教堂的大门 送给一个人家 因为那户人家的家 被大风吹倒了 夜晚到了 教堂 现在已经没有墙 也没有窗 连门都没有了 除了朱尼柏 和他那把扫把 什么都没有了 直到 咦? 又有人来敲门了 有一个清洁的女人 做清洁的工人来到 嗯 我没有扫把 没有办法打扫 于是朱尼柏 就将她手上唯一的扫把 给过她 她见这个女人 冬到震着震着震着 于是朱尼柏 将她身上的长袍 都拿下来 给过她 其他的收拾终于回来了 他们发现朱尼柏为什么赤着身子 没了衣服 站在一个大洞里面 马赛欧弟兄就大叫 蛤 圣堂 教堂去了哪儿 修为师弟兄又在哭 你拆了那个教堂 柏立德弟兄更加大叫 不是呀 你弄到我们的教堂变成这样 别德罗弟兄就质问他 究竟我们以后去哪儿做弥撒 朱尼柏弟兄很伤心 也都不知道怎么算好 他躲起来 一直到星期日才出现 因为星期日敲钟是他的工作 但是他已经把钟一早送给上开学校的老师了 所以朱尼柏就站在岩石上面大声叫 叮叮叮叮 所有的修士就 那个女人很难看地来到了 大家一起站在一个大洞里面 但是山丘后面 来了很多人 来了一个戴着新眼镜的老伯伯 在他后面有个太太 戴着八个笑容满面的小孩子 还在后面 还在后面看到一个 拿着一大南新鲜热面包的 面包师傅 还有一个穿得好漂亮的 乐泊艺术家 还有一个带着一班学生的 老师 还有他们的父母 还有他们的祖父母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朱尼柏的身边 每个人都带着笑容 有一个小孩子这样说 我们只是想来多谢你 多谢你呀 其他的修士 见着这么大班人 都感到非常惊讶 圣方祭神父来到朱尼柏的面前 看着他 也都带着笑容 各位弟兄 你看一下我们朱尼柏弟兄 所建造这个 这么美好的教会 我希望世界上面 就像这里 这个森林一样 有这么多个朱尼柏弟兄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 不知道小朋友你 想不想 好像朱尼柏弟兄那样 有一伙这么单纯 这么慷慨的心墙 他甚至 没有想过 自己剩下什么的 他只是很开心 说 真是好了 我能够帮到手 我能够帮到他 他没有顾虑太多 你看一下他 他真是连手上最后一把的扫把 然后身上的长袍 他都送了给一个有需要的人 当我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都问自己 有些时候我们去送阵 或者捐阵的时候 是不是很希望别人回报 或者欣赏我们呢 但其实我们不用想这么多的 我们只是简简单单的 将很乐意 很开心的 将自己能够做到的 去帮助别人 那就已经足够了 愿你知道 神的爱 是可以借着你 去送给一些 未曾认识他的人 我想用 愿你知道这首的诗歌 去回应今天 我们听到朱尼柏这个故事 希望借着你 我们和身边的人 和身边美信的朋友 亲友 去分享基督丰富的爱 愿你会知道 神大爱终未见过 愿你可找到 在世间一种爱不老 唯有这种 客忙常常在 神怕你将 往事尽放开 愿你可与这篇 伤手接受 基督丰富的爱 愿你会知道 神愿意倾听你心声 愿你可感到 愿你可与这种 神愿意倾听你心声 神愿意倾听我 基督丰富的爱 愿你可予这种 神愿意倾听你心声 基督丰富的爱 顶姊妹早晨 想问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 就是你做了一些觉得不太好的东西 心里有点哆哆乱 不太安乐的感觉 在我儿子九岁或十岁的时候 就有一段经历 有一次他就趁我洗凉的时候 然后他就偷偷地去打机 不让我知道 在那个年纪 我们没有让他去打机 他这次偷偷打机的经历 当时我不知道 他就好像过了关 谁知道接下来 那个星期日的儿童主日学 老师就是讲到罪的问题 就好像一个提醒 让他的心哆哆乱 然后回来之后 他就跟我说回 原来他趁我洗凉的时候 偷偷地去打机这件事 然后就跟他一起祈祷 跟天父去say sorry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都曾经经历过 圣灵的提醒 圣灵的帮助呢 圣灵对于你是一个熟悉的感觉 还是你觉得他有点陌生呢 耶稣在将要升天的时候 他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在那里等到圣灵降临 门徒会先得着 圣灵降临所赐的能力 就会开始可以为主去作见证 在圣灵主书一章八节 那里这样写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力量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就是这样 主已经预备了足够的装备 帮助门徒去实践 主交托他们普世福音的大使命 当时一群门徒和信徒 大概有120人 他们都听从已经复活了 升天的主耶稣的吩咐 留在耶路撒冷 他们当时已经是由 耶稣被钉死十架时候 那种迷茫伤心 变得积极 很清楚他们的目标 就是主交付给他们的使命 作福音的使者 为主作见证 去到地极 使万人得久 因此他们聚集在一起 同心的祷告 带着期待渴望的心 等候圣灵的光临 主应许的实现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 在《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十三节 正正讲到 圣灵降临的景象 以及门徒为主作见证的情况 究竟圣灵是怎样降临的呢? 使徒被圣灵充满之后 会有什么改变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一至四节 五旬节那日到了 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 忽然有声响从天上下来 好象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作的整座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 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段经文 记述了圣灵降临 当时的时间 情景 方式 以及即时的效果 在第一节 讲到五旬节那日到了 这个是圣灵降临的时间 这句节亦是当五旬节日来到 五旬节是犹太人的第二大节期 每年在耶路撒冷庆祝 时间是由月月节继起的第五十日 犹太人是为了修成对神献上感恩 而在旧约的时候 五旬节又叫七七节或者是修割节 经文里面 来到这个词是指时间 意思是时间已经满足 这意思是指由月月节到五旬节之间的 五十日的时间 就来结束 而当日正正就是第五十日 也是五旬节那一天 等候的日子已经结束 圣灵的降临 的应许将要实现 当时的情景是怎样呢 他们是指一直跟从耶稣 至到升天那群的门徒 一百二十位的跟着耶稣的信徒 他们纯服耶稣的吩咐 坚持留在耶路撒冷 聚集在一起 这里有强调的意思 说明他们是同心合意地以祈祷 等候主的应许 圣灵的来临 圣灵的来临 圣灵的方式又是怎样呢 在第二节讲到忽然 忽然是带有出奇震撼的意思 是可以带出 接着而来所描述的事 是超自然的 是震撼的 接着而来有什么特别的事出现呢 我们可以有听觉 和视觉的两方面 去看到 是有声响的 响声在天上而来 响声是大到充满了 他们所做的整座屋子 经文形容这阵的声 好像是一阵大风吹过 但是有猛烈的意思 就是说那些声音 就好像狂风怒敲的声音 就好像我们十号风球的时候 你会听到外面呼呼声这么大声 除了听到声音 还能看到东西 经文说到有很多舌头 舌头这里是复数 有很多舌头 向这些信徒显现 舌头经文形容是好像火舌一样 就是很多火 这些火就好像舌头一样 分开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这个场面 这里是强调每个人 都是领受到这个舌头所象征的胜力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的场面是多么震撼 想象一下如果在这个空间里面 突然间有好像打风那样大的声音 有很多火好像舌头一样 降落在每个人的头顶 那个场面 我想真的会看到我们是目定口外 风和火 在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都是用来象征 神的同在 神的显现 亦是表达到那种 无可抗拒的能力 以第三节的舌头 这个字 同时在第四节讲的口才 原文是同一个字 其实都是讲着不同地方的语言 方言 在这里 舌头就象征着神次被人 讲论他奇妙作为的能力 圣灵的降临 在信徒身上有什么果效呢 那就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在第四节看到 经历过这么超自然的事 是神的工作 圣灵的降临 而让到使徒 被圣灵充满 一个人 有圣灵充满 即是说他接受圣灵 充满了他的心 直到满舍 也讲到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同在 令到整个人 都在神的恩典的管理之下 这里描述到 在当时 信徒被圣灵充满的表现 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讲起别国的话 这句的直译就是 他们开始讲别的说话 按着圣灵所赐的说话 他们开始讲不同地方的乡下话 而说话的内容 就是讲神伟大的作为 我们看到在第一至四节 描述了主耶稣 复活星天后的第一个五秦节 圣灵降临在每个信徒身上 而且是被信徒 经历了一次很震撼的圣灵的洗礼 自给他们的能力 为主作不同方言的见证 而这一次圣灵的洗礼 亦都被这班门徒 前所未有的经历 圣灵的降临是一次性的 是不会重演的事实 就是说我们不会期望 隔两三天 就有一次震撼的场面 圣灵降临就像基督降生 受死、复活一样 这件事件是不会重演的 这件或是时代的事件 是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圣灵和属神的子民 将会永远的同在 为信徒带来生命的更新 圣灵的降临是一次性 我们不会再重演这个的场面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 但是圣灵的充满 它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 圣灵的充满 圣灵其实不是一种很神秘 很怪异的事 圣灵的充满 是一种的关系 是一种同在的关系 圣灵与我们同在 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帮助我们面对不同的处境 带我们经过不同的思念 圣灵的充满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我们 不要去看轻的力量 是一种可以改变生命的力量 在五旬节 圣灵降临之后 到现在 我们每一位在信主的时候 都会领受了圣灵 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 的角色是怎样呢 她怎样去感动你 改变你的生命呢 我就曾经亲身去看过 见到一位姊妹 她被圣灵去改变她的生命 这位是带我信主的姊妹 我们在一起 带着小孩一起等校车的时候 认识的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刚刚生了第三个孩子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又见到她很累 很潮水 过了一个阶段 又见到她神彩飞扬 好像脱胎换骨那样 后来她邀请我回教会 我才知道 原来在我认识她这段时间里面 她的家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风暴 在我见到她很潮水的时候 原来她是刚刚发现了她丈夫有第三者 她们的婚姻频临破裂 但是神仔这段时间 加入她的家庭 她和她的先生回到教会当中 神的灵 神的说话 就是这样去改变她们两夫妇 加入在她们的婚姻里面 让太太在这段婚姻里面 作出改变 又让丈夫回转 重新回回家庭 在她们洗礼那一天 她们作公开的见证 丈夫在几千人面前 公开的 讲述 她如何出轨 圣灵如何感动她回转 太太 如何被圣灵感动她 原谅她的先生 这位丈夫甚至在数千人面前 亲自的和太太去道歉 认错 我先生见到这个见证 她跟我说 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 不是因为神 作为一个滥尸 其实是很难 这样去面对自己所犯的错 再重新面对太太 还要在几千人面前 去公开自己的错误 去认罪 去道歉 圣灵就是这样去改变了这对夫妇 圣灵不止让这对夫妇 让她们的家庭有改变 她们要为生命的更生 生命的改变 她们人生的下半场 就不断地去为主作见证 不断地去服侍 在婚姻中有困难的夫妇 其实圣灵不单只能够改变这对夫妇 圣灵是和我们每一位的信徒同在 当你愿意去敏虑圣灵的声音 圣灵同样都可以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生命中 让你去经历到 她的力量 经历到她对你的改变 好了,我们现在回到圣灵降临的现场 我们看看当时 除了这帮信徒之外 就有谁目睹这如此震撼的情况 而他们有什么反应 我们去到第五至第十三节 那时有从天下各国来的 虔誠的犹太人 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 许多人都来聚集 各人因为听见门徒 用偷门各自的乡谈说话 就信纳门 都差以惊奇说 看啊 这些说话的 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每个人 怎么听见他们 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 我们 帕多亚人 马代人 以兰人 和住在米萨 北达米亚 犹太 加帕多家 本都 阿西亚 佛女家 庞菲利亚 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内的 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 乔居的 罗马人 包括犹太人 和归依犹太教的人 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 赶论神的大作为 众人就都惊奇困惑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鸡肖说 他们是灌满了新酒吧 有大堆的地方名 和不同地方的人 五春节 圣灵降临的时候 原来当时 是有来自 这么多不同地方的犹太人 会留居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出生在十五个原居地 或者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地图 你会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 他们来自四面八方 包括今日的伊朗 帕迪亚人 马代人 以兰人 中东的米索波大米人 在南面的犹太人 北面是今日的土耳其 中部和北部的加帕多家人 和本都人 而东面的爱琴海原岸有 阿西亚人 而内陆就是佛女家人 向南至地中海岸有 邦菲利亚人 还有非洲的埃及 靠近古里内的 雷比亚一带的人 帝国的首都 罗马人 首都东南方的海岛 格里地人 和东方的阿拉伯人 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他们回流居住在耶路撒冷 这一日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听到 如大风刮过的声音 从天现来 好像火焰的舌头 分散在房间 聚集信主的门徒头上 他们听到圣灵充满门徒 说起他们 十五种的乡巧话 他们很惊讶 因为门徒明明是加利利人 应该只是说亚难文 但现在他们竟然会说 他们原居地的语言 这群人的反应是怎样呢 在经文里记载 他们是很纳门 但又很混乱 很迷惘 莫名其妙 不知所措 他们可能很失常 大为震惊 很困惑 他们会被一遍地问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们在经历 看到一个神迹 但他们不明白 甚至有人 是笑这些门徒 说他们可能是喝醉酒 他们这些不明白 正正就是为了下一段 彼得第一篇的广道 作为引子 这篇广道就留待下回再续了 我们现在 先为我们今天第一至十三节的经文 来一个总结 今天经文可以讲到 主耶稣徒升天后第一个五旬节 圣灵照着神所应许的降临 令到圣徒被圣灵充满得着力量 可以讲出十五种不同地方的方言 为主作见证 我们也看到 也早已预备了一群虔诚的犹太人 他们愿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回流 居住在耶路撒冷 预备他们见证 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圣灵降临 预备他们去听到 门徒被圣灵充满 用他们的乡巧话 去赞美神拯救的大能 预备了他们为福音 由耶路撒冷 开始向各地 直至地极传播的种子 这个不是正正和一章八节 耶稣交托门徒的普世福音 一致吗? 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圣灵降临是新约时代 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代表着主耶稣在地上 已经完成了救赎的任务 主耶稣升天 圣灵降临 一个新的时代将要开展 圣灵思信徒力量 包括你和我 是为了承接大使命 将福音 全遍世界为主作见证 兄姐妹 你准备好为神的国度 去突破自己 托展疆界没有? 在2016年 我来到东九 开始妈妈团契 这四年我深深体会到 只要你愿意踏出你微小的一步 顺服圣灵的带领 神就会给你亲身去经历 见证 圣灵的同在 他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到神的预备 116年的5月份 我一个人 去到9月份 有8位的战友 和我一齐并肩 战战兢兢地 开始这里的妈妈团契 在这几年里 神让我看到 我们的团队 姐妹的生命 是如何被圣灵改变 在每一次妈妈团契的周会 在敬拜的时候 都会有一位姐妹 去分享她的生命见证 在这些分享里 我看到 我看到 姐妹的家庭里面的关系 被圣灵去改变 她们的亲子关系 她们和先生的关系 我看到 看到圣灵亲自去医治 姐妹 无论在身体 在心灵 的病患 的创伤 我看到神如何去改变 姐妹 可能有一位 昔日的Wed妹 去到今天 愿意的 公开去见证 神在她生命里面的改变 我见证 见证着姐妹 有一位很沉默 不会出声的 透过几年的服事 她愿意的 站出来去分享 在这几年里面 神让我看到 一个又一个 圣灵 的改变 的生命 见到一个又一个 奇迹 在过去两年 这帮姐妹看到教会 在敬拜服侍的需要 她们愿意 憑着信心 踏前一步 去承担 每一年都 在圣灵 带领两次的敬拜 在这个过程中 我亲身看到 圣灵是如何充满 这帮姐妹 由最初练习的时候 那份的战经 那份的担心 那份的胆怯 看到圣灵在当中 不断为她们加力 虽然我们的技巧 未必一定是最好 但当我看到 她们在台上 用她们的生命 去带领敬拜 看到圣灵的同在 那份的感染力 带领姐妹 憑信心去踏出 一步 相信 你都能够 这样去经历到圣灵的同在 就让我们一起去学习 靠着圣灵的能力 在每一日的生活当中 为主作见证 就算在困难 和挑战里面 我们都不放弃去持手 实践主的使命 顶姐妹 对于圣灵 你是感觉她很熟悉 还是感觉她陌生 你愿意圣灵去充满你的心 圣灵 请你来充满 我需要你眼高充满我力 神明啊我好爱你 我的灵魂你神明 我的灵魂你神明 而每一天 我要更深爱你 神明 请你来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眼高充满我力 神明啊我好爱你 我的灵魂你神明 而每一天 我要更深爱你 我要追求你足 我要追求你足 我将生命 献给你 先以我更亲亲 你 你都能甘心我力 无人能 无人能与你相遇 主我仰望你 你永远 我请拜你 我请拜你 有些阴暗 你愿意圣灵 亲自医治你 安慰你 更新你吗 我愿意圣灵 我愿意圣灵 让圣灵 去帮助你 圣灵 圣灵是满有能力 赐给我们 服侍的恩慈 勇气 在你身处的环境里 在你身处的环境里 圣灵是如何感动你 你又愿不愿意 顺服圣灵的引动 以行动 去回应主的爱 去实践 主托付我们的大使命 现在你可以将你的立志 你的挣扎 向圣灵祷告 躺开我们的心 让圣灵去帮助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 你此下圣灵与我们同在 让圣灵去守护我们 为我们祷告 赐我们能力 求圣灵每一日充满我们的心 赐我们勇气去跟随你 投稿 奉主耶稣基督依靠 我要追求你祝 我赞生命献给你 先因我更期待你 你都能更新我命 无恶能与你上帝 祝我要望你的永远 我敬拜你在领域 在你里 我敬拜你在领域 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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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男人小组 在教会的聚会会暂停 直至另行通知 长青团契 请留意 暂定最早在4月22日有聚会 请留意教育局的复课通知 各别的团契或小组 会以网上的形式进行 主日学方面 以诗帖记已经在3月份录播 请留意东九堂的网页 而中读诗篇认识神 将会延期至5月开课 大显姐妹在聚会暂停期间 可以透过以下的途径 继续以奉献支持圣公 愿神越纳我们的心意 在荧光幕上面见到 我们可以透过 跪圆机、银行转帐、 邮寄支票或转数快 来将奉献交给教会 最后一项是 梅朗迁传道按目典礼 感谢主 本堂梅朗迁传道的按目典礼 定于4月26日星期日 下午3点15分 在殷福中心二楼礼堂举行 具体的安排会容后通知 好感恩 朗迁传道一直在东九堂的 尽心摆上 求主继续加力 给朗迁传道 忠心示主 请大家一同众唱 荣耀众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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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诗语 圣灵 路亚 深日 神结 归来组亚 阿弥 祝大家贫信心 灵受祝福 愿我们凭信心 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长久忍耐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今日的网上崇拜正式结束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